大家好 这里是阿慧小熟粮 我是阿慧 生姜可以说是鱼的洁配 就像是鱼永远离不开水一样 我们一般在煮鱼或者做海鲜的时候 都会切点这个姜丝给它撒进去 这个生姜它不仅可以细腥味 而且还可以提鲜 所以我们一般在煮鱼的时候 都会切几片这个姜丝给它丢进去 因为这样子煮出来的这个鱼或者海鲜之类的 才会更美味 会因为在上班比较没时间 所以一下子给它买了比较多的这个生姜回家 但是买太多的生姜回家的时候 又不知道该怎么来给它保存起来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保存葱姜的小技巧 非常地简单 非常地简单 而且非常地方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保存松姜方法衣 我们来看一下 先准备一盆水 这个时候倒点这个白树 少量的那个白树 给它倒进去 因为白树可以使到一个很好的气污作用 一般我们松姜买回来 它这个表皮都裹着一层厚厚的这个泥土 还有这些脏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清洗一下 把松姜这个表皮的外面 这些细菌还有污质给它清洗一下 你看这里面的水明显非常的脏 洗好后我们再用流水给它松洗一下就可以了 先不洗干净后 我们再找一个纸巾 把松姜表面的这些水给它撒干净 接下来找一个普通的这个米酒 给它撒在这个松姜的上面 这样子可以洗到一个很好的沙巾消毒 轻轻的给它撒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 接下来呢 把它包起来 用保鲜膜 找一个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包的时候要包紧密一点 因为里面那个是酒精 所以没有问题 这样子给它包起来后 直接拿到比较通方透析的地方 这样子保存下来的松姜 你放一连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到时候 拆开拿出来 吃的时候 还是跟原来买的时候 一样新鲜 一样美味 方法二 我们找一个大碗 然后把酒倒进这个碗里面 把它倒进去 滋润一下 全部给它滋润一下 接下来把剩下的这个酒 给它倒掉 接下来把我们准备要 把熟的这个松姜 给它放进去 接下来 把我们瓶子在喝的这个米酒 给它倒进去 要抹过这个松姜 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找一个保鲜膜 把这个盖住 这样子保存下来的松姜 里面的这个口感 还是跟新鲜的一样 不管保存半连还是一连 都是一样的口感 永远保存这个新鲜感 这个方法非常 这样保存的松姜 好了 今天分享保存松姜的方法 就先分享到这边 喜欢的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